你是一支援的鐵粉 就是他 我们辗转才找到 这位安利一支援杯的忠实粉丝 默默支持将近20年 这几年甚至还年年 亲笔血耶诞赫卡 给安利台湾总经理陈慧文 谢谢您和团队 让台湾球迷有机会在这里 享受到国际级的赛事 和舒适的看球环境 谢谢您对台湾撞球的付出 期待明年安利杯见 留下了和总经理难得的合影 韩依之心中满是感激 发现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这么多年来 如果不是陈总跟安利公司的坚持 我们身为球迷 其实不可能有这种机会 可以近距离 而且是免费的欣赏到 这么国际级的赛事 一缝缝的赫卡 因为一支是安利一支援杯的铁粉 不过他也是参赛选手 金家印的忠实球迷 比赛前还特地献上 为金家印量身打造的幸运签 不管抽到哪一支 都为金家印待会的比赛 加油打气 他还记得2013年的比赛 金家印在16强止步了 心中的懊恼写在脸上 他看着金家印留在场上 反复地练习同样的15球 下场后他忍不住上前 洩花打气 让来自韩国的选手心中 深刻感受到在异乡比赛的温暖 那我把花跟卡片给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不是冠军怎么会拿花给我 当时我是想说就是 借我这个机会就是让他 不要觉得每年来台湾比赛 只是一个来参加一个国际的赛事 可以再回来多想念一下台湾 他以前曾经发生过的 这些练球的事情 然后这些回应 然后还有这些球迷们 成为金家印的粉丝 和偶像零距离接触 安丽意志愿背 让台湾也有国际级的精彩赛事 获得广大粉丝的赞许 也期待还有更多的下个10年20年 能为台湾的撞球赛事继续努力 安丽新闻 廖一芬 廖俊潮 台北报导